今天有知秋为您回顾 本周围绕热点话题 都有哪些权威发言和表态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 针对位于冲绳县的驻日美军营地 近日出现新冠肺炎聚集性感染 冲绳县之事 呼吁取消美军可以不配合日方 防疫措施等特权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月5号应询表示 防疫不应有法外之地 更不应有法外之人 美方应当深刻检讨自身行为 对国际抗疫合作 造成的负面影响 严格约束驻外美军行为 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采取尊重和负责任的态度 不要做全球抗疫的反面典型 继续来关注第二条 1月6号 有记者就哈萨克斯坦 国内近日发生多起抗疫示威活动 已经演变成了大规模骚乱 甚至引发警民冲突一事 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提问 汪文斌表示 中哈互为友好邻邦 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 中方认为 哈当前发生的事情是哈内政 相信哈当局能够妥善解决问题 希望哈局势能够尽快稳定下来 社会秩序回归正常 继续来关注第三条 1月5号 有记者提问 日澳将签署条约 进一步加强两国的 国防与安全合作 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其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应询表示 我们始终认为 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 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 相互理解和信任 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而不应针对第三方 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太平洋之大 容得下地区国家共同发展 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宁 也有赖于地区国家的共同维护 我们希望太平洋成为太平之地 而不是人为兴风作浪之样 继续我们来看第四条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 元旦谈话和陆委会有关言论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1月1号表示 当前台海局势紧张严峻 根源是民进党当局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肆意谋独挑衅 勾连外部势力对抗大陆 图谋改变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的事实 走台独绝路 只会将台湾推入深渊 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心愿 最后来关注第五条 五合国领导人日前共同发表 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联合声明 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 有记者就拜登政府应承诺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一事 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提问 汪文斌1月6号表示 国际社会期待五合国联合声明 对美国核态式审议结果 产生积极影响 希望美方倾听国内外呼声 切实降低核武器 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在战略力量建设和部署上 保持克制 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同时也希望美国有关盟友 能够顺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积极支持 而不是百般阻挠 美国采取上述政策 以上就是本周的权威发言 我们下期待会议 好